饮食产业也吹起了永续风潮 像是有业者专门使用赛地食材 就是希望可以减低 在运输过程当中的碳排量 还有业者是更换包裁 像是用重复取代的PET材质 或是用玻璃瓶来取代 而永续现在也变成了食品业的一个趋势 被誉为台湾饮食奥斯卡奖的石创长 就观察到跟去年比起来 永续相关议题的参赛数就增加了一成 咸香XO酱以香菇为基底 拌炒麻油老姜 还有猴头菇梅干酱跟香辣宝宝酱 都是选用在地食材 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饮食品永续包装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食品业者观察到会逐渐将一次性使用的PVC 换成可以重复使用的PET 或是用玻璃瓶取代 目前都有出属于可以零撒使用的四号瓶 那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回收材质的方冠 除了商家作为消费者也能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 环保杯喝完QR Code一扫轻松归还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素食店员工餐厅甚至是大型展演 都能看见它的踪影 它在市场端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卖相不好看的丑蔬果就会被淘汰掉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它的新鲜程度都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 我会推荐大家就是不要去只看卖相而买东西 永续有多重要被誉为台湾饮食奥斯卡奖的实创奖 进行到第五年了六号举行颁奖典礼 他们观察到今年的参赛名单当中 跟永续有关的参赛件数有增加 它对于所谓的饮食系统是最脆弱的一环 因为只要上游原物料稍微一些天灾人祸 基本上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供应 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于所谓的永续议题的确非常的在意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三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是系统化 第二个是创新化 第三个是有感化 这次比赛吸引211件创新方案报名 永续也成为餐饮业的趋势 实创奖就观察到永续相关议题的参赛数量 比去年至少多了一成 饮食产业用美味留客兼顾永续能走得更长久 特别新闻 新闻三玉桀SNG小组台北创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